4月24日,由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和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共同研发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进入二期临床试验 这也是全球首个进入二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当天,国药集团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在北京接受了中心社记者专访 杨晓明介绍,灭活疫苗的原理是在实验室中对病毒进行灭活 使之失去毒性,但保留其有效成分,从而调动人体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消灭病毒 中国首个开启临床试验的新冠灭活疫苗已顺利完成一期临床阶段性试验 受试者均为18至60岁的健康成年人,目前接种情况显示安全性良好 二期临床试验将扩大受试范围,除了观察安全性以外,还需要测试疫苗有效性指标 观察它除了安全性以外,还主要增加一个打进去疫苗以后,人体内产生不产生相应的抗体 它还是一个健康人为主,适当地扩展到拓展到大年龄和小年龄 所以大年龄是60岁以上的,小年龄就是6岁以下的这种年龄段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需要打几针,打多少剂量 杨晓明说,这是需要在临床研究过程中解决的问题 目前最重要的是评价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等 中国生物的新冠灭活疫苗于4月12日或国家药监局批准 开启了一期临床试验,4月24日启动二期临床研究 杨晓明指出,相比其他疫苗,新冠病毒疫苗研发效率很高 这主要是在审批程序上加快的速度 现在新冠疫苗作为全国的重点,甚至现在是全世界的重点 他们把所有力量都调到这上面 我们给它材料以后,随时随地电话,随时随地开会 晚上24小时,晚上到时间,晚上就开会 下午材料到了,就有问题,随时就电话会,视频会就开了 杨晓明强调,尽管效率提升 但为确保疫苗有效性、安全性的程序 还是一步都不会减少 二期临床试验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之后还将在疾病流行地区进行三期临床试验 以测试人体在注射疫苗后产生的抗体 是否能够有效抵御疾病 杨晓明表示,新冠病毒疫苗研发最大的困难在于未知 由于面对的是全新的病毒 其起源、宿主、在人体内的变化等均不明确 所幸,中国生物此前对于诊断技术 血浆疗法的科研工作为疫苗的研发提供了帮助 比方说我要发现它这个病毒 那么要用一定的科技手段 那现在的科技手段,我们这次发展的就是 它叫多重荧光PCR技术,就是基因诊断技术 拿到病毒以后,我就用它的这个病毒 我要去做培养啊,选育它这个做疫苗的毒株啊,毒种啊,种子啊 同时,刚才说我们这个治疗中这个血浆治疗 血浆治疗的话,它是康复病人的血浆 那么既然这个病人已经康复了 说明它有一整套的对付病毒的这个办法 比方说抗体啊,细胞免疫啊,各种各样的 那我们去检测它的这些办法 抗体的效价高低,杀病毒能力的强弱 对吧,用这些评估,反过来证明我将来的疫苗 应该调动它抗体,人体的这个抗体 杨晓明告诉记者,目前中国生物已完成建设 新冠病毒疫苗生产车间 待新冠病毒疫苗上市后,疫苗年产量将达到1亿剂以上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已为应急使用做好充分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